《南京保卫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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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船少人多 有的船因抄载而沉默 大步官兵无船可乘 纷纷拆取门板等物 制造木法渡江 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 不善驾驭而丧生 从松户战场上撤出的越军的第66军 83军损失巨大 在会战后撤往南京修正 紧接着就投入了南京保卫战 66军和第83军虽然下辖共计四个师 但由于到达南京时 并没有补充兵源 直至战役开始 第66军有7000人 第83军有5500人 满打满算两个军人 数加起来也不过两万人 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序列战役开始 从12月3日至6日 66军和第83军 在聚荣迁南阻击日军第18师团 第9师团4日 师外撤退 日军占领聚荣 第83军军长邓龙光指挥师力的部队 在聚荣至汤山 麒麟门一线 且战且退 至10日中午 部队被日军18师团一个前锋连队分割开 约迁于官兵退入中山门 继续作战 另一半部队则在仓波门一带山林间聚集 以便再战 其实 已从前线撤进城内 准备开展巷战的66军 从通级门 大中桥 内桥等阵地撤出 沿着半城废墟 烟火弥漫的太平路 向城东太平门方向骑行军 目的是迎着日军主力压过来的方向 进行穿插突围 66军抵城东小营中央军校门口时 与先西退进城的邓龙光的83军部分官兵会合 此时尚有一五九十三千多官兵 已被总司令部调往光华门 武定门一线 原首军抗击已攻至城外的日军 已撤不下来 失去联络 在夜召及邓龙光两军长参加会议后 第六十六军及第八十三军共同研究决定 不遵守唐生制令第八十三军 掩护其他部队突围后 在于次日陈六十突围的命令 两军由夜召统一指挥 按计划由正面突围 向指定地点转进 当即下令各师 按一百六十 一百五十九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四师之顺序 由太平门突围 京唐山 巨龙向安徽宁国集中 十二日二十十前后 除一五六师因为接纳命令外 其他三个师先后通过太平门 途经岔路口 仙鹤门 东流等地时 均遭日军阻击 第一百五十九师代师长罗策群率队冲击时阵亡 扶小前到达汤山附近时 又遭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的猛烈攻击 部队逐渐失去掌握 各自为战 数百人或数十人一队 分头向指定地点转进 叶昭 邓龙光与各自的部队失散 军换着便衣 突过日军包围圈 二十日前后 各 是大部分别到达南陵 涉县 第六十六军参谋处处长郭永彪 在九华山一带收容失散的官兵 约一千三百余人 临时编维三个营 1938年1月上旬 他们到达宁国附近归队 未接到命令的第一百五十六师师长李江率队 与教导总队等一同撤制下官 部分官兵渡过长江 辗转归队 突围行事 至此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 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 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 各部队联络不畅 指挥系统已经瓦解 从而造成了城内大批中国军队 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 最后 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 而高级长官自私自立 抛弃友军 放火烧船 私存渡船 没有组织指挥撤退 导致十数万将士土崩瓦解 一盘散沙 大批将士被抛弃在城内听天由命 伤兵被失控的友军踩踏 各部位争夺渡船互相火兵 踩死淹死的不计其数 电影《南京南京》剧照尾声 邓一二人虽因为 这位遵守唐声制令第八十三军 掩护其他部队突围后在于次日臣六十突围的命令 而似存在提前逃跑瑕疵 但在南京一面临江 三面环山 城外皆失 日军进城的情况下 敢于作为唯一一支 敢于执行正面突围命令的部队 即使损失惨重 建制仍在 还是勇气可加 尤为难得 人物此战后命运 南京保卫战后 邓龙光收罗打散的部队 继而挥施广东三水 花谢 及广西南宁 离唐等地抗日 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在贵南 昆文关大会战中 驱日军退出新州湾 升任第二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前越贵南区总指挥 抗击广州湾及沿海日军 1945年日本投降 受将广州湾战江市及海南岛之日军 军长叶赵于突围中 被敌人俘获 乃为万伙夫 当敌运输弹药 然后刺激逃脱 潜入上海 在某外国租界 以后沉沦返香港 入广州转去湖南房地 升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后英贵 南战役惨败结束后 以不听命令 务施荣机为由 彻职扣留解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